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讲一个故事 我有认识一位居士 她是女祭司的 也是我们到常的护法 她有一天 我千眼看到 她被一个莫名其妙 骂得好难听 然后呢 事情过后 我就来问她 你还好吗 她说很好啊 刚才那个人骂你怎么样 师父 那个小事 是我自己不好 所以今天 她骂得好没关系 她跟我讲这个 你心里难受 我心里都没难受 我根本都不难受 不但不难受 我也不会跟她计较 如果今天我跟她计较 我跟她没什么两样 而且她跟我讲一句话 师父很好 为什么呢 帮我消业障 帮我消业障 多好 师父 难得有人要帮助我消业障 那不是不但我们不恨她 我们要感恩她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逆人 莫名其妙 人家一个人骂你的时候 你会难受呢 我不会难受 讲实话 讲老实话 有点莫名其妙 有人家来批评 毁谤你 侮辱你 伤害你 你会不会难过呢 师父 说实在的 我会难过 这个讲老实话嘛 对不对 像以前台南有一位老居士 他发现到这个香机 就是厨房去煮菜的 遇到有一个老人家 没事 但是我常常遇到 老人家常常骂他 这个老居士 只要这个老菩萨骂他 他就是很大声念阿弥陀佛 他一边走一边骂 他一边走一边念阿弥陀佛 反正他在旁边发老受的 他就是在念阿弥陀佛 有一天有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他人他骂你 你的佛号越念越大声 他说我没办法呀 我真的没办法 他骂我心里很难说 但是我要避免他的声音 他越骂我越念大声 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没事啊 所以有一天 如果有人在骂你的时候 你的佛号要比他更大声一点 听不到他的这个骂的声音 真的 这个方法很好 这个是在台南 我遇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前 中风稿是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看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学佛 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学习 换句话说 我们在所学的佛法 一定要用在生活当中去培养的 在生活上去锻炼 而不是说天天拿着经书而已 所以中风稿是在这个地方 要我们所学的佛法 所念的佛号 你要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培养啊 去增加你的福德 去锻炼啊 你的忍辱啊 种种的 不是天天拿着经书而已 你拿着经书 没有用途啊 或者拿着念诸 还有很多人说 学佛不是天天要念经吗 不是这样的吗 我今天要送死不经 或者拿着敲着木仪 拿着引庆 这个叫做学佛吗 虽然这个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我们到讲堂来听经 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我们今天去闭关 我们今天去闭关 去森林 或者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去到那个地方去闭关 也是一种方式 或者我们到一个寺庙去打佛妻 去念佛 它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或者我们去参禅 或者去念作 种种的 都是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能用这样学佛的方法 去要求所有的人吗 我们能够要求别人这样跟我们一起做吗 你喜欢念经 你要求别人要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参禅 你要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打坐 你能够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在那边坐着念佛 拜佛 你能够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我们能够永远都关闭起来吗 闭关起来吗 不见人吗 躲在坊间里面 诵经念佛 拜佛 或者我们永远拿着念珠 或者拿着经书 经本 就不面对的生活吗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下面 这个显然啊 都是不是现实的 他不是现实的 我们一定要明了 我们现在拿着经本 在学习 其实实际上啊 不是要脱离现实的生活 不是要逃避我们现实的生活 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的 我们今天拿着经书 我们在那边的念佛 在那边听经 或者在那边打佛气 是要更好 更好什么 更快乐 能够回归到这个生活上 把这个佛法应用在这个生活上 让我们这个烦恼的心 能够脱离出来 让我们这个生活能够更有意义 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 能够更幸福 更美满 这个就是学习佛法的好处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你今天所学的 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去配合 你今天所念的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融合而已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方法 无论听什么样的经 希望经过学习 在这个生活里 能够回归到你的快乐的生活 所以印光大师过去曾经 讲一段很精彩的开始 我们看下面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不是讲了一句非常好吗 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开始也是很熟悉 印光大师怎么讲呢 从造至木 从木至造 穿衣吃饭 衣食住行 行住咒握一句 阿弥陀佛不令间断 从这个里头 印光大师 把我们这个持民念佛用在哪里 用在其中 用在生活 你每天要不要吃饭 你每天要不要吃饭 要啊 你每天要不要喝水 你每天不要工作 你每天是不是要煮菜 或者要做一些杂物 每天都要做的 但是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不影响我们工作 所以过去古大德 所以过去古大德 常常在开支当中 常常我们会听得到 教导我们在生活中 要把佛陀的教委 把佛德这个法 落实去学习 去培养自己的福德 要去培养德 佛法都是生活 生活都是佛法 弥陀名后 也都是生活 生活都离不开阿弥陀佛的 看你怎么样去转 你一念之间 你怎么样去转 你看那个过去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越南的一位大德 名叫义行和尚 义行禅师 很有名的 很有修行的 很可惜前几天 刚刚往生 寿命96岁 在法国 我过去曾经 一到几次 两三次 因为我们的师父 请他到印尼去弘法 他刚刚往生的 你看他十六岁出家 十六岁出家 他在出家以后 他的师父 叫他去做什么 叫他去洗碗 天天洗碗 他心里好难受 我说我出家 我要来修行的 我出家将来要来 要弘法的 怎么每天叫我来洗碗呢 他好难受 不能接受 他师父天天叫他去洗碗 所以他闷在里面 闷得好痛苦 每次问他的师父 他师父都不讲话 师父只讲一句话 赶快洗碗 天天叫他去洗碗 有一天 这个一行和煞 在洗碗当中 刚好我们佛教 不是有威萨姐吗 威萨姐这四夜出发就是有活动 就是一般在南传的佛 在东南亚的就是午夜多 午夜会做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什么 西达多 为这个西达多 这个义佛 做义佛节 义佛节 就是人来到佛堂 拿着一个水 来帮助这个西达多 洗他的身体 把那个水冲在他的身上 那有一天 这个一行和煞 看到这样 这个方法 这个意义 非常有意义 很多人 很多人来到这个寺庙 天天是这样做的 那个一行和尚看到这样 那回到他的住处 到这个厨房 每天洗碗 把那个碗当做什么 当做西达多 当做西达多来洗 哇 好欢喜 大家不是洗 义佛节吗 哇 那个大家很欢喜 很开心很快乐 我今天也是一样 当做西达多 把这些碗当做西达多 越洗越开心越快乐 最后呢 他才明白了 他真的是明白了 原来我师父 教我洗碗的目标 是什么呢 克服你的傲慢心 要懂得学习怎么样的谦虚 甚至是 可以 感谢观看